下一套了,這套很厲害 學員都市儀貴 你說哪一套? 施血抗襲 這個應該是戰鬥回來 是啊,我看第一集的設定 一個學員工島讀書的,主任主任當學生 學員都市啊 學員都市啊 類似設定 你意思是? 不知道啊 主角,這位啊 曉古城 原本補充高中心 不知為何突然繼承了什麼 所謂第四陣子 應該是吸血鬼來的 好像什麼世界第四強 不知道 應該不是第四強 應該是高強戰鬥能力的人 那吸血鬼是第四 司容機關 我們派一個人去監視 就派一個女兒去 派中學生 學妹 吃菜 就派一個人去 其實OK 沒有問題 派一個女兒去 派一個女兒去 純粹是監視她 這個新任的真祖 究竟有什麼 不知道她性格 不知道她性格 找一條 所謂的監視真厲害 為什麼呢? 監視很簡單 叫監視很明顯 我看著你 這個大家在警察的地方都說過 最大的問題是 那些跟蹤技術 有個5X 經常被人發覺 不關事 對面街爆炸 我先站在那裡 我去看看 等於你送個法 送斬志強 爆炸 斬志強在車上 我過去去看看 先 一流的監視真厲害 我真是服了他 可以把這個法 純粹是看他的任務更重要 不關事 他好像警察一樣 你工作是監視 第四次 最陽新組 旁邊的火燭 死人 我都不關你 看著他 你全是監視著他 應該這樣才是 對 但問題是他有時候 很閒地很八卦 對面街爆炸 看看 我先打這傢伙 你不要外幫手 你不是監視他嗎 但你怎麼做到私人的 走到他去做 這件事很厲害 這件事很奇怪 設定的地方 更奇怪 就很厲害 第一集 被幾個年輕人圍著 保持他的裙子 看我的裙子 打死你們 打死 打死 真的打死他們 出血招 然後後面那一集 他那一集 他有必要帶到一些 捲獎 這個學院 學員工堂 人工堂裏面有些 捲獎 不一定是人類 有些妖魔鬼界主義 非人類 非人類 OK 我明白 你女兒被人在裙子 你生氣 你想打人 人家有些功夫 厲害 這個學員 這個定工堂有些什麼魔物 OK 純粹是展示一下 這個基本設定 OK 就算 厲害了 之後那集 男主角 拿去七仔買東西 他一出來 全身濕透 你幹什麼 我監視著你 你有什麼事 我看著 你被人看裙子 沒事 你就全身濕透 認識他又沒事 那怎麼辦 我真的不明白你做什麼 你過世很神奇 被外人看裙子就不行 但被曉古成學長 看你濕身摸體 就沒有所謂 我不明白你做什麼 當然 當然 他監視他又沒有要視男主角 為一個很重要的存在 你監視他 你公平是監視他 你不是識有他 你搞錯了 小姐 他沒有當過這個食有 純粹是 我要任何時間都要看著你 看著你 我濕身都不會走開 好 算了 第一集 又是最近的 發生了很大的事件 有一個人 在這裏追殺 一些魔族的人 拿一個能力 吸取他們的能力 吸取他們的能力 增強他自己的 不知為什麼 我們這位 負責監視曉古成的 說賽 就不理會曉古成 就只走了他單挑 你站在這裏 我去看看 沒有的 沒有的 性格使然 我覺得 不關性格 你執行任務 因為你的性格是不合 任務的 不應該排隊 不好意思 你不安排他 怎知道不對 這件事 不怪他 純粹他的性格 叫什麼 不好聽 叫多管閒事 C肢育機關 你在做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OK 那算了 快 打吧 有一個人 原來這個 叫名龍會 不知道什麼 沒有什麼 他不知道是什麼 宗教 帶他過來的 因為後面才貼到 原因 因為某些原因 要過來 去回收一些物件 說完沒所謂 這是人工島 它是洞在海裡 有一個支柱 怎樣建造這個支柱呢 那時候技術未成熟的時候 他就要一樣道具 來支撐整個城市 拿了別人的教會 成為物 來支撐 但是問題 現在過了這麼多年 可能是 現在你先說拿走這件事 如果你一拿走 那個柱就沒有了 這個島就會沉 你合法 你當你正式外交途徑師 要他換一條柱給你 沒所謂 你拆到棟樓 不是 我打這個領導 OK 沒所謂的 大家一二分後就打 沒事的 但對於冬賽來說 應該不會有什麼理由去參戰 他少不記得 他說沒有關係 兩人都沒有關係 純粹是他監視的對象 說要打我沒有辦法 我唯一要監視你 陪你瘋 不是 是他先走 監視他在後面 監視他站在前面 被監視他站在後面 我不知道是什麼狼獅 他的眼睛可能在後面 這才是 用後眼監視他 我完全不明白他監視他做什麼 OK 那算了 第一次打 打不贏 嘩 厲害 那個叔叔怎樣 一把刀斬到肩頭 那不是刀 斧頭 斧在肩頭上 斧斧在肩頭 OK 沒所謂 一橫過去 肩頭沒有了 肩頭沒有了 麻尾了一隻三角 我覺得很默利 他接合在肩頭 怎麼會去到肩頭上 他未必只是斧一刀 可能切了一刀 斧下去斧 斧了肩頭 然後抽起 再橫一切 算了 算了 阿叔 你明知他吸血鬼 真祖最頂的那隻 你斧頭離開 有沒有搞錯 他未必是要他死的 他可能知道他不死 但是為什麼要他死 他沒有理由要他死 什麼沒有理由要他死 你殺了那麼多路人 你叫做小閘魚要殺 波士 阿曾祖 不用殺 這是什麼邏輯 不用殺 可能殺他不死 那你無謂浪費時間 不關事 你削弱他活動的能力就OK 你沒有削弱他活動 你放在他旁邊 然後跑去 可能想不到他回復能力這麼快 喂 有 你爭取了 你沒有讀過 你看了那麼多 大家想不跟A才知道那麼多的 他可能沒有看 喂 他畢竟這一個 這邊那邊 就是你 什麼機關 那些綜甲系 你怎麼都知道吸血鬼什麼能力 大佬 不死心還是有啊 大佬 你不用擔心就死了 不是所有吸血鬼都是不死心的 這是先一為主的概念 的錯誤 不是這個世界的吸血鬼是不死心的 他已經說明了 他現在就知道 但是你不嘗試的時候 你怎麼會知道吸血鬼是不死心的 就是要常常走下來 然後過十個小時就回生了 然後吸血鬼 那這傢伙回生了 為什麼 沒辦法 OK 你當他不知道 總之他可能無意的 或者不知道怎樣 總之你妨礙我 我清除了你 就算了 你當他不知道 這個點不重要 然後就厲害了 為什麼 你身組這麼弱 因為那個柱藍 我沒有吸過血 然後 麗珠 我說他是柱藍 他說他自己是柱藍 沒有吸過血和柱藍是兩樣東西 你要搞清楚 我當然喜歡他沒有吸過血 你沒有吸過血 就是吸血鬼 總之是 他們說這個世界分了三個真組 分別三個勢力 因為都出了第四位真組 所以勢力出了平衡 但不是的 其實我覺得他之前 他全那個位 對 問題是第七位 一直都存在的 是之前那個任 給了阿朵 整個真組 他不是突然霸出來 而且那個人還沒有死 還在這個世界上 應該 好像最後那一集 總之 第七位 一直都存在的 有些人說 第四位突然爆了出來 出來 會干擾這個勢力平衡 但問題是第四位 一直都在 怎麼解釋呢 OK 算了 沒說到 總之 總之說 我還沒吸過血 所以看來繼承回來 十二隻 元首就不聽我指令 不知道有些疾病 所以 阿雪翠說 吸過一些血 阿珊 阿小姐 你監視他 就是為什麼給他吸血 我需要的戰力 他需要維持治安 我需要戰力 你監視對象 變厲害了 好打過你 你怎麼監視他 我完全不明白阿小姐的心想 就是監視 不代表一定要打贏他 監視 那糟了 不是阿 我記得指定說監視 確定要抹殺他 好像說 只是通知說 他變形了 沒理由阿 沒有吸他 為什麼變形了 我這血給了他 他沒有嚴禁過 他這樣做不行 師傭機關 你怎麼教別人的 你怎麼教這些學生 那算了 那就是吸血了 很厲害 打贏了 我算了 然後就說 學長 其實那天是安全日 沒事的 不是他特地說一些話 是讓別人懷疑 等其他人懷疑 我看這麼多年吸血鬼 我原來知道 吸血都有關安全日和危險日 即是前七後一是危險的 安全日 他的意思是 因為他那個 古城是吸血鬼 吸血鬼 吸血鬼 其實會將其他人變成吸血鬼 所以他的疫驗出來 陰性 我沒事 我沒有變成吸血鬼 我看這麼多 都說了 聽到這動畫 吸血鬼 民作品 吸血作品 吸了銀人之後 要是死 要是變成吸血鬼 或者說 我安全日和沒事 嘩 偉大的發明一個 我沒有聽過 我不知道 不是 其實照你來說不會 譬如說 假設是他的血流出來 弄成一個 譬如說 找一杯裝 然後 古城喝了的時候 正常來說 應該 他應該沒事 他不是拿杯裝 就是咬下去 我這樣說 如果分離一點 其實不是說 吸了血 等於那個人會有事 其實應該是 他為何會成為 眷屬應該是 吸血鬼 直接吸到那些血 而 輸了一點 這樣說 我說回一個 正常一點 奇幻設定裏面的吸血鬼 其實 要成為 眷屬並不是吸血 而是吸血鬼的血 所以 如果你說他吸了血 沒事 應該是合理的 因為吸血 是不會令到那個人 變成吸血鬼 你解釋了 如果他吸血 我說我沒有過夜給你 那要怎麼檢驗 現在就是因為 過夜給他才去檢驗 原來陰性沒事 是不是 他不知道什麼情況下 會沒事 所以這男人 有沒有 他也不知道 那就糟了 古城你剛才有沒有給了血 我不知道 咬完就算了 我以為醫生才是 不是吧大哥 不要這麼過分 其實吸血鬼來說 應該是用牙的時候 會有血 走進去 正常來說 是這樣的 如果他說 戒一刀 流血 而 舔他的血 其實應該是沒事的 可能他為了安全 去驗血 沒有吸血鬼的基因 就說沒事了 不是 就是一種 但是吸血鬼的基因 吸血鬼的基因 就是一種 吸血鬼的基因 如果這隻 吸血鬼的基因 應該是正常的 就是第一次 安全的陰性 就沒事 再吸血鬼的基因 但吸血鬼的基因 不是 那些對話 純粹是設定到 好像在說話 我明白 但問題是 你回到劇情 設定 你也會覺得很奇怪 本身是很奇怪 你只會這樣怪下去 那 戰鬥畫面如何 這套你是不是會贊 我贊一贊第一套 因為 阿雪塞他洗槍幾招 有幾里落下的 而且你看到畫素很足 那些兵力都很棒 但之後 戰力很有問題 但大家看到阿雪塞是 標費贏的 他要變強 而且最大的問題是 主角 右手哥 只有右手 但問題是 我們這些男主角 曉古城 他那些是地圖炮 一旦炸過 整個貨 整個滑倒 整個滑倒 這個時候阿雪塞 得知槍如何打 那些事就是 即是你說 開頭 即是前面 古城是不會打的 由頭被阿雪塞保護 OK 這樣便可以發揮 但第二集 第三集之後 即行第一兩次事件 阿古城已經 狡獻了 可以出地圖發攻擊 那個時候 那雪塞有什麼用呢 他很合理的 比如說他一開始登場 的時候 古城是Level1 接著阿雪塞是Level3 亞·梨 always 物質地點 夏林 宗太三 按因為 他正經常聽到 看起去的 第一件事件 在第一宗事件裏面 最後就是曉谷成一個人玩完 不是他玩完 你知道是他的券獸玩完 但問題是你很難平靠戰鬥 即是雪菜表面都沒有工作 即是你很難隔離地圖炮 地圖炮你很不分 你這樣剷船的地圖都陷入的話 我雪菜都陷入打過 反而是浪費了這角色 其實去到後面 我不知道他的戰鬥處理是怎樣的 雪菜是否要參戰 還是純粹是一個已經做 他怎樣參戰 還是他已經做了一個後宮的存在 不是 那個叫攻血 還是被他吸血 不是後宮的存在 誰知道我多說幾次 我咬得很爽 咬多一次 不知道 即是你見到古城他的獸是敵我不分的 敵我不分是否呢 因為他再抱走他才沒事 我不覺得這些是敵我不分 敵我不分應該是自己也打了 他又不各有這個情情出現 但這個是其中一隻而已 他有12隻 難道要咬12個女生嗎 12個後宮 即是咬一個 咬一個就吸一隻嗎 不是吧 我怎知道我看到這個感覺 後宮在哪裏 你一個OP有多少女生 三個 很明顯後宮 阿妹有4個 阿妹有4個 很興趣看下去 沒有啊 我看 很公式的設定 都說了 學完都市 然後主角 右手歌 阿雪彩 電池炮 這些都分好了 劇情的事情 都分好了 分好了 我覺得電池爆 他最底細 他這麼輸的需要都學足了 地欄事件 另一個不知什麼組織 又有一些 不是眷秀 不知什麼市摩 大哥眷秀不知什麼 說市摩 真是 有些什麼名詞 不知什麼第一陣子 已經沒有一件事 已經打殘了 不用再說 一個人 大哥 後頭不用來報仇 大哥 我出了最強的那個 都打不贏 我還來報仇 這位電池 禁書暴落最低能的地方 就是那些 需要學足了 教團的人 來一個之後 沒有了 最少古城 不是靠嘴炮 搞什麼就行 好看一點 應該會 很多句 禁書的需要學足了 這套東西 很有限 不好意思 沒辦法的 現在的動畫 真的沒什麼創意 這套東西 真的沒什麼創意 下一套